Nio聊四季,田野中心 大家好,我是Nio 今天要來看看西班牙人對上印度斯坦人 這場比賽是TCI冠軍邀請賽 先來介紹藍方是選擇了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最大的特色是每研發一個科技可以獲得20黃金 而且兵工廠的科技研發是不需要黃金的 所以他後期他很容易可以轉出遊俠或是其他兵種出來做應對 西班牙人的垃圾兵也基本上是全滿的 三公三房全部都有,但是垃圾兵沒有特殊能力 這點需要特別注意一下 西班牙人的後期打法主要是搭配西班牙征服者 還有遊俠跟擊兵作為常規組合 當然也可以配些肉麻跟戰毛兵之類的 接下來看一下印度斯坦 印度斯坦最大的特色是他村民的造價非常便宜 前期可以省下很多肉量,很適合打這個肉麻開局 印度斯坦人的後期主要是打帝王駱駝 或者是打古拉姆 或是打印度火衝 都是非常適合印度斯坦的文明兵種選擇 印度斯坦他是蠻吃驚的文明 基本上他剛剛上述講的這些兵種 都是需要吃到黃金的 所以他沒有黃金的話很容易就被打出烈絲來了 基本上他的垃圾兵也沒有到特別強 雖然也是能打,但就是沒有特殊能力 而且他沒有三級的步兵鎧甲的關係 所以步兵戰很容易打輸 這一點也是需要特別注意的 印度斯坦他的後期還有這個大幹道能力 可以讓所有的黃金收入增加10% 這個能力讓他挖石頭或是跑貿易的時候 黃金可以獲血量更多一點 還有這個聖物 所以印度斯坦人算是蠻全面的文明 跟西班牙人比起來兩邊都是全能性的文明 那我們先來介紹這張地圖 這張地圖是非洲林地空地 非洲林地空地 是這張地圖 有點忘記這張的中文地圖 那這張地圖的最大的特色 是旁邊有非常多的牧場 中間有很多魚群可以去捕魚 每個小池塘都有大概600肉 最好是一個池塘四個人去吃 一人一攤慢慢吃 然後一直插模仿 到處去捕是比較好的 那這邊看到印度斯坦人 這邊是選擇了 在左邊開下的一個採魚的地點 因為這邊可能離右邊城市中心太遠 決定不這樣開 然後用這裡的羊去探圖 因為這個羊基本上前期不太會吃到 因為一開始有這個魚的關係 還有大象 不會去吃到羊 所以羊的探圖就會非常好用 那這張地圖比較有特色的地方是 它是遊牧形式開局的 所以每個玩家開局的地點也都不太一樣 也有可能一開始就遇到對方在旁邊 所以也有可能也會變成什麼TC爆的局面之類的 所以有一些職業選手也很喜歡這張地圖 選什麼敗戰亭或是波斯之類的 作為TC爆的一個選擇 當然是不常出見 這個是題外話 是只有看過一場而已 好那接下來加速一下下 看一下兩邊封建時代會怎麼打 那這張地圖 打起來算是蠻難打的 主要是因為它的中間的木屑 其實很稀疏 你要建立起一個安全房地 是蠻困難的 都只能大概都小微一下 主要還是要靠自己的反應 或是擦這個哨戰 去即時的反應敵人的位置 這邊是選擇了在上方蓋下的一個馬舊 這個時候應該兩邊都不知道對方的位置才是 但是這邊有看到模仿的關係 應該剛剛是有看到 所以這邊HERA是已經把四隻村民 拉回家裡了 可能要先來撤退 因為封建時代之後 就有比較機動性的兵種 村民可能比較難跑的樣 印度斯坦果然是打了這個肉碼開局 這個地圖真的很適合肉碼開 而且它這邊上封建時代的時代非常快速 十九村就上到封建時代 這個算是極速肉碼的開局 西班牙這邊則是要打一個直層套路 所以是比較晚上到了封建時代 那這個時間點就是印度斯坦 要趕快用自己的刺口去抓對方的村民 或是騷擾對手 這裡可能要按一隻槍柄 要按嗎 不按 搜村 唉唷 差點被砍死一隻 槍柄不按 直接點下了城堡時代 因為剛剛肉類不夠 所以沒有按槍柄 這邊拉了幾隻村民過來想要來插箭塔 唉唷 但是這裡 比西班牙人的建造速度是比較快的喔 這裡槍柄趕快按 這裡一定要按了 這裡再不按可能會出事 可以看到兩邊的劍塔來說 還是西班牙人略勝一籌 雖然剛剛被騷擾到了 但還是優先 比印度斯坦更早 蓋下來這根劍塔 這根劍塔氣熟 直接拉村民出去打掉就可以了 通常防劍塔的一個重點 就是看他有沒有連環塔 他沒有連環塔的話 就可以直接拿村民 直接硬拆劍塔 然後後面有很多赤猴 這裡黃金礦的村民 稍微跑一下 這邊再插一根劍塔 拆掉之後 其實 開到這邊 只要一直按大量槍柄出來防守就好了 然後這邊拉村民 去旁邊撈魚或是打斑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這邊直接棄掉這一根 直接棄掉這個黃金 這根劍塔 應該也是會建起來 因為能空到墓區 還有這個黃金 還是有建起來的價值 那西班牙這邊快要升到城堡時代 就要來看一下西班牙人 這邊會挖石頭 打這個西班牙征服者 西班牙征服者 是很好針對對方的 馬舊單位 騎乘單位非常好打 比較害怕 大生鋁戰毛兵跟奴兵 這幾個部分而已 那印度斯坦人的奴兵 我記得是不太強的 真的要用到遠距離單位 都是打這個印度火衝 但是城堡時代 印度斯坦還是可以打工兵的 這個還是可以去嘗試一下 但是目前印度斯坦人呢 他的肉量剛剛消耗太多 而且拉了四村出來搞四的關係 所以經濟量現在是非常慘的 現在連城堡時代的肉量都完全湊不到 這裡拉了幾隻刺頭收掉了一村 還不錯 首殺是由印度斯坦這邊拿下 有城堡時代的西班牙人 造了一隻騎士來防守 上方有幾隻村民來不及跑掉 三隻刺頭直接追殺到了一隻女村民 上方還有更多的村民在上方 應該待會還是會遇到 騎士繼續追 如果這個魚可以被見起來就會很棒 這四隻應該是要被抓掉了 突然捕魚了 這邊刺頭再度回來 想要抓到一隻村民應該有機會 這隻村民應該難跑了 但是正面的刺頭過來 兩邊槍兵繼續護打 左邊這個劍塔利用這個空檔直接手撕掉了 手撕的速度還蠻快的 這邊槍兵越來越多隻 印度斯坦這邊有四隻槍兵 村民直接集火掉了一隻刺頭 稍微再打一下 騎士再上去硬A 這個刺頭血量很殘 這邊解的很漂亮 再用村民去打一下槍兵 減少一下槍兵對自己的馬舟單位的傷害 又戳掉了一隻刺頭 這波是西班牙人這邊稍微勝利 兩邊都是一換一的村民術 那大家會說 為什麼一換一 印度斯坦這邊村民比較多 這主要是因為他還米生十代 生十代的話大概會輸個三村 所以印度斯坦這邊贏三村也是正常 那還要看這個TC的一個問題 那目前看到印度斯坦這邊是點下一級馬凱 待會再繼續補下馬舟單位 那我覺得再繼續補下去的話 可能會有點危險 還是要去存點肉 升到城堡時代 會比較好打一下西班牙人 那西班牙人這邊呢 就可以稍微去挖石頭 待會開出自己的城鎮中心 這樣要不要開在這個位置 或是要開在更野外一點 哪個位置比較適合呢 感覺這裡還蠻棒的 這裡的話開一個城鎮中心 可以伐木 然後村民可以到這邊客家營地 直接挖兩個也可以 或是直接開這個地方也OK 因為這個是雙礦 而且有少量的木區 那這個麵包樹其實很繁人 他有很多洞 但是他的木頭量是200 雙倍木頭 所以要圍加來的話 是真的不太好圍 只能小圍一下 不管怎麼圍 大部分都還是有動 西班牙人這邊 決定在這邊開一下 一棟城鎮中心 後面的聖女在招翔 但是招不到刺猴 刺猴有這個抗招翔的能力 騎士稍微擋一下 哎呀槍兵擋住了 現在印度斯坦封劍打城堡 我覺得打得還蠻棒的耶 因為這三隻刺猴拖到了蠻多的時間 一直去吸引西班牙人的騎士 不要往他家裡衝 然後自己則是用刺猴跟槍兵 一直瘋狂前面騷擾 讓西班牙人也沒有辦法好好的捕魚 這裡騎士繼續出 哇!騎士要被刺猴打死了 哈哈哈哈 兩隻騎士直接被戳爆 還有加上刺猴的尾刀 哇!西班牙人這邊有點損失慘重喔 上班有個聖物 我們還可以去撿一下 這裡有大象 繼續吃 肉類差不多了 準備升到城堡 六隻刺猴繼續給阿力 哇!如果我是印度斯塔 應該現在就投降了 沒想到他這邊繼續轉出更多肉碼 爭取時間喔 還有機會可以等一下城堡時代 這隻槍兵可能要低調 OK!果然低調了 不低調的話會變成西班牙人的槍兵 會很麻煩 更多的槍兵過來 搓個一波 哇!騎士找不到缺口可以打 好!槍兵再過來 又拉了兩村 要來開搞挖石頭的村民 那西班牙這邊只要騎士暗的夠多 這一波的兵力應該是打得贏的 大概要七八隻的騎士喔 會比較穩 這邊回頭直接先硬戳 沒有戳掉一隻 兩隻騎士殘血被拉回去 哇!結果不用七八隻 五隻就解掉了 這邊利用自己的圍操 把這個殘血的騎士瞬間拉回去 然後再用滿血的騎士去追逐赤猴 這波打得非常漂亮 這根劍塔插下去之後反應非常快速 直接把兩隻村民給拉走 接下來這些騎士就是往印度家裡一直瘋狂送 升到城堡時代印度斯坦可以考慮按一些駱駝 城堡時代就有駱駝可以用 先補下了跑速跟輕奇病的升級 前面就打得這麼精彩 這邊雙TC開農 西班牙這邊也是雙TC 崔平樹目前是由西班牙獲得領先 九村的優勢 這邊買賣一下 稍微去做一下經濟調整 感覺他是想要買一棟城堡出來出吸增 西班牙征服者 畢竟待會駱駝一出來沒有吸增的話 騎士會被壓制住 只能靠僧侶去防守 不然就是槍兵了 那西班牙征服者就有主動權 這邊又在收掉一村 這真的是厲害 高手的操作 真是 又一村 這裡沒有殘寫村民 那這樣子 村民樹就不會被拉得太慘 像只差距10寸而已 其實沒有太到誇張 家裡用生魚擋住 還有用少量駱駝 去追對方的騎士 這邊再補下第三個城鎮中心 這邊要來開農起來了 畢竟容易補下 西班牙人這邊 決定要來 大爆挖石頭 待會要來蓋洞城堡 十個人挖死 非常多 在這裡挖 下方有一隻 兩隻村民被抓掉 騎士抓得不錯 六十村拿五十村 目前文明來說 還是印度斯坦這邊有優勢 因為西班牙人 即使打出了遊俠 也很有可能 會被印度斯坦的帝王駱駝給壓制住 但是西班牙人這邊 又有這個集兵可以用 遊俠配集兵的打法 可以針對帝王駱駝 所以如果印度斯坦這邊要打得很好的話 可能要配帝洛火槍 會更適合一點 那要盡可能用火槍去poke對手 會比較好 這是一個帝王的一個選擇 但城堡斯坦我覺得是關鍵點 所以就要看一下西班牙這邊 要不要轉出更多的單位 出來應戰 或是打更久的城堡斯坦 帝王斯坦稍微打一下 這邊駱駝收掉兩隻騎士 補下了一棟城堡 這個城堡一蓋好 可以再去考慮開下第四個城鎮中心 蓋哪好呢 這邊不錯 或是下面這邊吧 下面我覺得這邊也很棒 這個位置真的不錯 可以考慮蓋一個城鎮中心 不是下方這裡 可以 稍微加速一下下 看一下兩邊怎麼打 好西班牙正伏者已經在開始產出 這邊招想一下 招倒了沒有招到任何一隻騎士 OK西班牙正伏者出來了 三槍一隻 哇可以扛住三槍的 真的沒有幾個人啊 這個刺口也擋不住三槍啊 嗚嗚嗚又被開死了 太痛了 OK西班牙最關鍵的單位終於出來 印度斯坦看到犧牲之後 只能用駱駝或者是森鋁去阻擋 這裡森鋁要一直按囉 不能停了 現在這個地方是 最考慮印度斯坦的防守時間點 好直接用兩隻森鋁印招 拆一點就招到 但是西班牙這邊反應很快 及時拉走 這裡又招到一村 後方有四隻騎士 嗚嚕嚕 沒成功 再繼續拉走 這時候補下輪軸技術 西班牙正伏者數量來到六隻 這時候點下了帝王十代 好早就上帝王了 前面打成這樣子 還可以在32分鐘點下帝王 真是不容易啊 農田灑的夠多 只有點一級龍 可以 稍微二級龍這裡補一下 沒問題 哇西班牙人 可以拉這邊打的是細節 打好打滿 這二級龍補的時間補的剛剛好 最好的話這邊再存個300了 再按下手推測 經濟再更好一些 會比較好 好 可以稍微奶一下 開個一槍 miss 哇 聖鯉 閃掉 閃子彈也是蠻厲害的 用老頭閃子彈 這件事情我從來沒有成功過 我的老頭跟 職業選手老頭好像不太一樣 哇靠 這邊真的點下了手推測 經濟非常好 上面三隻聖鯉 遭到了一隻吸針 這邊是點到嗎 怎麼點到斑馬 兩隻斑馬表示 一優勢 好啦 這四隻聖鯉終於被抓掉了 但已經活到了帝王時代初期 已經能接受了 反正這四隻聖鯉應該要在 城堡時代初期就要被消失了 到現在才被消失 很接受 好 好 八隻吸針 這裡補下更多的均勻 西班牙人這邊轉出了疾兵的升級 好 這是我們剛剛說的遊俠配疾兵 喔 這邊要硬射了嗎 射力發 殘血 結果被造掉了三隻吸針 非常虧阿 這把這三隻吸針拿來用 OK 印度斯坦這邊防守打得很好 後面的騎士也抓到 後面的駱駝 駱駝直接抓個一波 OK 順利抓掉 好 駱駝再上來看一下 先射個一發 再集火 收村 射一下 哇 五隻吸針 繼續攻擊 然後射一下 哇 這個被追著打有點難受 但疾兵已經過來了 西班牙這邊已經打出了一個 我想要的樣子 這就是對上駱駝最好的方式 疾兵 配上吸針 這個打法可以給對方極大壓力 直接來前線蓋寶 中東漏駝才剛升上去 三級防還點不下 三級防 或是攻擊力也可以提倒升 三防三攻 選一個先升會比較好 好 這裡開始在轉兵囉 轉出了化學還有一級射 這個第一時間可能是想要先轉個 戰毛兵來擋 當然不轉戰毛也可以直接轉火槍 火槍配戰毛也是可以去思考的 OK 先轉戰毛 然後化學好也可以配點火槍 那印度斯坦這邊轉戰毛 確實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畢竟他的火槍可以打擊兵 戰毛兵也可以打擊兵 對方的吸針也可以打掉 哇 這邊四隻老頭直接被槍絕 直接全部倒光 上方的駱駝持續在拆除建築物 這邊不回救嗎 雖然我覺得回救沒什麼意義 一到擊兵只能會被戳爛而已 不如用這個駱駝去騷擾對方家裡 但駱駝只有一攻加一攻的關係 所以效率沒那麼好 好 家裡的吸針已經走到了中間田地 還是在控農田了 這邊戰毛兵跟火槍數量不夠多的關係 打吸針有點難擋 扛不太住 好 稍微雖然開始變多 可以稍微打一下了 駱駝稍微回撤 損失了一些駱駝還可以接受 但是還有21隻 這時候西班牙轉出了重裝騎士 還有馬凱二攻 看到你轉戰嘛 我就轉遊俠 但轉遊俠的話 這邊就要看駱駝能不能繼續出 但這邊農田已經少了很多 大概十片田左右吧 待會後面可能要再找個安全地方 繼續撒農田 才可以產出帝王駱駝 或是按下更多的駱駝來反制遊俠 但目前經濟來說 印度市場還是有點太差了 不太能砍啊 吸針擊兵 好 吸針上去硬扛一下 好 吸針三攻也補了 吸針在後面幫忙輸出 哇 之後面吸針直接戳爆 大量的戰毛兵 火槍一直在甩槍 哇 直接上遊俠 後面補下了非常多的馬就 死馬就開始在出馬 吸針三台巨頭還在慢慢拆除 上面這個城堡沒有先動 這裡補下更多城市中心 有喔 再繼續撒田了 後面這裡也可以考慮再繼續撒 安全農田要確保好 才可以轉出更多駱駝 但由於我們現在是上帝四條的關係 現在印度斯坦還不知道 已經轉出了遊俠 這邊駱駝一定要保持的數量 這邊駱駝如果全部送掉的話 待會這邊已經打不贏 這邊抓到蓋城堡的村民 哇 抓到非常多村喔 地上都是藍方的屍體 西班牙這邊被硬打了幾下 哇 但是還好西班牙有點下霸權的關係 村民其實很能扛過圖的傷害啊 80滴血的村民 好 印度斯坦點下了大幹道 不是大幹道 這個印度火衝 講錯了 這是警罐 好 警罐 點下之後火槍距離就會變成 遊戲裡面喔 射著最遠的火槍 雜赫三段 狙擊火槍 準備出現 給修道院三個聖物可以拿回來嗎 打噴出來 火槍巨頭已經準備好 但印度斯坦也有火炮 後來針對劇情投資應該沒問題 但是後方遊俠已經產出20隻遊俠 怎麼擋得住呢 駱駝還在野外 第一時間沒辦法回救 雖然已經過來幫忙 但是正面的衝鋒部隊已經被踐踏過去 戰寶兵死傷慘重 火槍沒有地方可以跑 這裡城堡修不回來 直接爆掉 火槍只能稍微拉打 正面使用重裝駱駝 砍掉了非常多的遊俠數量 好 這裡西班牙產出更多的疾兵 想要來解掉這坨駝駝 火槍還在繼續出 火槍打開一炮 沒有收掉 再來 哇 這一波遊俠解的很漂亮 還好這一坨駱駝沒有剛送掉 做到非常多的事情 看能夠撐多久呢 西班牙這時候轉出擊兵遊俠的話 駱駝就擋不住了 火槍雖然能打擊兵跟遊俠 但是射速不夠快 很容易被壓制住 那如果印度斯坦也轉槍兵的話 會變得很弱 所以就要思考 要怎麼打這一坨步兵啊 哇 火箱直接被擊兵硬貼 火箱繼續甩槍 印度斯坦的駱駝不太敢繼續暈打 因為擊兵在的關係 駱駝血量掉的很快 遊俠直接後面包抄 直接硬包了火箱兵 但遊俠還是傷害非常高 跟駱駝這邊硬砍 砍掉一台火炮 上方三隻駱駝也要倒地 直接打出了 GG 哇 最後一波秀得非常漂亮 好 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的部分應該是有 黑啦 這邊是拿下所有的勝利 因為這邊經濟領先太多 城堡時代也是升得很早 而且手推車兩邊都沒忘記點 再來就是他的二級目 也是點的蠻OK的 至少沒有離太遠 反正是印度斯坦這邊 惡農惡目都沒有點 所以經濟會差了一些些 再來就是印度斯坦 他的後期的配兵組成 太隆被遊俠給壓制住了 那印度斯坦真的要打贏 對方這個奇兵配 遊俠的打法的話 可能還是要配疊工程器 例如什麼投石車 弩炮 但我覺得效果不是會那麼明顯 這個組合是印度斯坦最難打的文明 只能用盡可能的火箱 去減少奇兵數量或是遊俠 然後正面硬打的時候 要放上更多的印度斯坦的駱駝 去正面硬靠 沒有帝王駱駝的話 基本上扛不太住這個組合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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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